好了 啊 那我们就请这话同学开始了 好 谢谢霍老师 谢谢呃 谢谢各位师兄师姐 那个 好就是就是呃 就是我先来讲 那个就是辩论 听得清啊 就是那个 可以 可以听得到 好就是我先就是来讲辩论这本书 然后我讲那个第一章节 然后就是那个回归 然后这一章节呢 就是他是呃 分为了就是五个小节 然后第一小节呢 他就是讲那个不变测度 然后什么是不变测度 然后第二节呢 就是讲了那个庞加莱恢复定理 然后庞加莱恢复定理 就是那个呃 就是庞加莱就是他在19世纪 就是那个呃 就是因为他研究那个天体力学嘛 然后研究那个天体运动 然后他就呃 发现那个天体运动 就就是那个天体嘛 然后他就意识到对呃 对系统的几乎每一个那个呃 就是那个每一个初始状态 都是那个微分方程的那个解 他都会非常的接近那个状态 然后就除非他当当他去除非当这个解去无穷大的时候 那么这种回归的特性呢 就是他不只不只在那个天体力学呃 天体运动中 他还可以呃 在任意一个具有一个有限不变测度的动力系统当中 然后第三呃 第三小节呢 就是这一张节的第三小节 就是讲了一些例子 就是来呃 嗯 讲了一些例子 就是来让就是来来加深一下 就是前面那个庞加莱恢复定理 就是呃 他们庞加莱恢复定理的一些那个认识 就是加深一下认识 然后第四小节呢 就是讲那个 讲了一个那个叫呃 好像叫呃中文翻译过来叫诱诱导系统 就是就是原先的那个系统可能不是很好分析 就是我们通过对这个系统 然后呃进行诱导一个新的新的系统 那么诱导的这个系统 它和原来的系统具有某些呃 呃呃呃呃 就是很多相同的性质 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分析这个诱导的系统 然后来进而判断语言系统的一些动力学行为 然后呃呃 第五小节呢 就是考虑那个多重回归 就是多重呃 就是就是就是庞加莱的多重回复定理 还有伯克霍夫的多重回复定理 然后好 那我们就从第一小节开始开始讲 好 这一节就是讲那个回归 然后第一小节就讲那个不变测度 那我们首先就是来看一下那个 呃就是来回归一下这个呃 这个这个基础概念吧 就是那个 就是说一个测度呢 就是在呃 在m上的一个一个测度 它就是一个非复函数μ 非复函数μ 然后它是定义在这个m的一个sigma代数上的 然后并且使得呢 就是如果对于这个 这个集合m中的呃 就是sigma代数里的空极 然后在这个呃 在这个测度的作用下 就是那个空极 它是等0的 就是说呃空极就有0测度 然后并且呢 它要满足这个可列 可列可加的性质 可列可加的性质 就是对就是对这样一个开极族 an开极族 然后并且每一个那个an 每一个字极就是个an 它都是一个两两独立 互不相交的这种可测极 就是它要满足一个可列可加的性质 就是当然因为它是独立的嘛 就是两两独立不相交的那个 所以它才满足这个可列可加的性质 就是对这个并级求测度 然后就相当于对每一个求测度 然后再求和 然后就是呃 然后我们称这个m它是一个概率测度的话 概率测度 那么如果它的这个 这个全空间这个m 它的测度如果等1的话 我们就称它为一个概率测度 然后在大多数情况下呢 就是我们研究的这个测度呢 它都是一个呃有限数 就是小于无穷的嘛 然后当然如果就是说呃 就是普通的那种有限测度 我们也可以把它就是转化成一个概率测度嘛 就是就下面这种呃定义方式 就是我们对一个任意可测极 呃一 然后一呃是m的一个字极嘛 然后呃就转化为一个概率测度 就是它比上那个m的那个呃 就是比上那个m的那个测度 就是e的测度比上m的测度 因为m的测度 就是e它是它的字极嘛 如果e取到m的话呢 它就是它也就是mm了 mm比mm就是e了 所以这个为为这个测度 它的它是一个概率测度 它最大就取1嘛 就这样就可以转化为一个概率测度 呃然后下面的话 就是我们要讲 就是就是要讲这一节的 就是中呃一个呃呃 就是主主要的了 就是那个就是呃 就是宝测宝测变换 就是那个不变测度 呃 然后首先看这个定义 就是那个我让那个m 就是这个花体的b 还有m是一个概率空间 然后m的呃不是m就是f它是m到m的一个可测变换 然后我们说测度测度m他在那个映射这个呃变换下是不变的 或者说这个f保持这个测度m就它要满动这个限制 就是muE就是对每一个科特级呃 E然后mUE它要等于mUE的一个前向就是或者说是它的一个呃 负一次迭代吧 就是负一呃反方向的这个就是负一次迭代也行 就是或者说它是它的一个前向 就它要满动这个等式 满动这个等式我们就说呃这个mU它在这个f的作用下是不变的 或者也可以说就是f是保持这个测度mU的都可以 然后下面就是说我们要呃就是呃应该是一个事实吧 就是一个factor就是那个 就是任意一个呃可测集任意一个可测集它的前向 前向也就是它的负一次迭代 它仍然是一个可测集就是这个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说它在流就是这个在流当中就是流的话呢 它对每一个t属于r这个实数这个它都会有一个这个呃这个映射 就ftm到m的一个映射 那如果呃然后这是流流的定义 然后就是呃并且如果t时间如果是零的话 那它就是一个横同映射rd 然后呃fs加t就等于fs 然后再作用ft这是一个流的一个基本性质 然后如果ft的话它是可逆的 那它的逆就可以写作那个f-t 然后就是接下来就是说在流当中的一个 那个我就是那个呃保测就是不变测度 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测度mU 它如果是在这个流下是不变的 这个ft这个流下是不变的 那么他对呃那么他就在每一个就注意 他是每一个就是每一个时刻 因为每一个小t它都对应一个一个变换嘛 就每一个变换ft下 他也要保持一个就跟上面那个一样的就是那个性质 就是呃这个e的这个呃测度 他要就等于他的一个前向就是呃这边本来就是ft的 应该负1嘛负1次再负1次迭代 然后负1拿进去就是负7了嘛 这边跟上面的性质就是对对应起来的就是这个 然后这是在流下的一个不变测度 呃然后就是呃我们下面要讲就是这个命题1.1.1.1 呃就是 就是命题1呃这个命题呢就是讲了就是说呃 f保持测度mu的一个呃充分必要条件就是一个冲要条件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命题1.1.1 就是色呃首先让m不是让m就是让f是m到m的一个那个可测变换 然后m是一个特度他上面的一个测度 然后他说m如果不是f如果保持m也就是说m它在f下是不变的 就是当且仅当就是对任一个m可济的函数phi 就是对phi进行积分 然后他就呃就是因为phi是任意的嘛就是啊不是这每一个 每当然应该是任意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对每一个这个m可济函数phi 对他进行积分他就等于这个phi在作用这个呃 这个可测变换f进行积分 这 然后这样就是呃呃 就是下面的话就是我们来就是来证明一下这个命题 然后因为他是充分必要条件嘛当切紧当的呃一个情况 然后首先我们就从左边往右边推 左边往右边推也就是说我们用他的一个保测性质呃 去推他这下面这个积分这个等式 首先呢第一步就是第一步就是我们就是让这个phi就是任意的这个没有可济函数 然后他是一个呃特征函数 特征函数 特征函数或者说是视性函数也可以 就是他有两种翻译嘛就是这个呃特征函数 特征函数或者是那个视性函数 而是他一个那个phi等一个xb这个特征函数或者说视性函数了 然后那这个xb就是呃呃他这个函数的话就是 这个b就是他那个集合嘛就是他就是这样一个形式 就是如果就是说对这个任意一个元素x如果他如果 属于b的话那他就是一如果他没有属于b那他就是零 就是视性函数就呃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就通过这个视性函数就是就可以得到 因为他phi是一个视性函数吗就是没有b我就可以得到 视性函数对集合b集合b上的那个视性函数 他的一个特度的一个积分就等于没有b 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应该是一个呃对应该是一个 类似于定义的这种吧就是那种呃性质就就是呃 视性函数的那个对视性函数在b的积分就等于这个这个 集合的一个特度μb然后我们根据前面这个μb等于这个 视性函数xb的一个积分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μ呃f-1bf-1b就是他的一个 呃或者说他的一个反方向的一个负负责带吧 因为他这边前面这个是他是把b这个集合拿到他的下标嘛 那我们也可以类似的把这个f-1b拿到这个下标就是x然后下标就是相当于这个f-1b这个集合了 那这个应该是跟前面的对应起来的然后这边就是这个x这个大xf大x这个-1b这个 他又等于那个xb作用f这个这个呃这个这个符合函数 符合函数对应该是符合函数对然后这边这个蓝色的字体就是我用来解释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地方就是就是用来解释的就是 然后我们就看就是这个x-1b然后他就可以写成呃就是x他就应该属于如果他属于这个-1b这个集合的话 那他就是1因为我们根据前面这个定义吗定义如果他属于这个集合他就是1他不属于的话那就是0 那我对后面这个集合作用一个f作用一个f因为他是那个什么呃保保测的保测的嘛因为我是从左边往右边推的 我作用一个f以后那fx属于b的话那他就是1fx如果不属于b的话那他就是0那我作用一个f以后那我的呃这边量本来他应该是x嘛 这边是x然后我就变成ffx了那fx那那就相当于x这个就是xb这个集合在复合上 是复合上f这个函数相当于复合函数所以这个他俩应该是相等的就通过这个一个一个就是那个变换就是应该类似于变换吧就是他俩是相等的 那他俩是相等的呃就是这边等于这边嘛就是这个画三角的这个地方他俩是相等的 然后下面又因为就是呃f是保测的嘛他保持测度mu保持测度mu我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性质 因为呃保测保测就是这样定义的就是mu b等于mu的一个f-1b呃可以到他是mu可以到这个等式那这个等式我就又可以得到这两个积分是相等的了 因为mu bmu b等于那个xb的一个积分然后那个这个mu f-1b他就等于这边的这个呃 呃xb复合上f的一个积分所以因为前面的相等所以他俩就相等了那所以就是说就是这个任意的 mu可及函数他对那个特征函数他是是是成立的是可以的 然后下面第二步我们就就呃就呃就呃就来就是来当当这个fi就是任意的可及函数 他是一个简单函数的时候那因为简单函数他是由那个由那个特征函数的线性组合组成的嘛 那根据那个线性性根据积分的线性性我就可以得到那他也是成立的一点一点四就是就是这个式还是成立的 对于简单函数因为呃特征函数他是成立的那简单函数也是成立的因为积分就有线性性 根据信心他也是成立的然后第三步的话就是当fi是一个可及函数的时候是一个可及函数 那当他是可及函数的时候我们就让sn这个序列他是一个简单函数的序列简单函数序列并且让这个呃这个序列他是收敛到fi的 然后并且并且这个序列的大小由这个由这个fi的大小来控制他呃就是对呃由fi来控制由fi的大小来控制 就是他有小为等于这个他的他的这个这个这个模嘛就是那个然后这样的一个简单函数序列 然后我通过那个那个控制收敛定理我运用两侧控制收敛定理就是这边我运用一次 因为这个呃这个sn他是收敛到fi的吗 因为我用那个控制收敛定理所以我可以呃往左边用的话就可以得到这个呃这样一个结果就是limate limit 然后sn的一个积分呃然后就他就收敛到这个呃fi的一个积分这是一个控制收敛 然后这边我又用了一遍那个控制收敛定理 然后呃snsn作用就是那个复合f的他的那个limit那个积分 他就要收敛因为sn他要收敛到fi嘛 所以这又用了一个控制收敛定理 那中间的他肯定是一样的中间的肯定是等号的 因为就是sn他是一个简单函数的序列简单函数的简单函数 他是成立的这个是成立的第二步已经说了 所以中间这个等号成立的那他两边又都是那个呃控制收敛定理又都收敛过去 所以就是呃对这种可计函数通过那个用简单函数序列就是来呃就是来毕竟也是可以得到的就是对可计函数 呃这边就是fi的一个积分这边就是fi负荷f的一个积分呃然后那个充分性就证完了 然后他的那个必要性的话就呃也是类似的就是我们也要分三种情况就是呃 fi是一个特征函数 fi是一个简单函数 然后fi的是一个可计函数 然后必要性的话我这里就没有证 然后就我只就这里就只证了那个就只证了那个充分性 嗯就是因为他再回去的话还是类似的方法就是分为这三种情况 就是好这到这边就这个命题就证完了 嗯然后下面的话 下面就是那个1.2节了就是那个庞加莱回复定理 那这一节的话他呃他分了这个回复定理他又分了好几种形式 就这一节他主要讲那个回复定理呃和那个这个什么叫 这个好像呃好像感觉不是一个一个不是一个美国不是一个英文式的kac 好像这个叫中文好像叫卡斯吧卡斯定理就是k这个kac定理 我查一下这个好像是卡斯定理就是那个kac 然后他主要就讲了这个回复定理跟这个卡斯定理 然后回复定理呢那他这一节中又分为那个呃庞加莱回复定理 跟那个伯克霍夫那个回复定理那庞加莱回复定理 他又分为那个呃测度版本和那个托普版本 然后那个伯克霍夫便利定理他呃不是便利我说错了哈就是回复定理回复定理 伯克霍夫回复定理他就是一个纯托普的版本 然后庞加莱的就是那个测度的版本跟那个托普的版本 然后就又分了这三个回复定理下面我们就就一个一个来看就 然后定理一呃定理一点二点一就是庞加莱回复定理就是呃 这第一个是他的一个测度的版本 呃测度版本的这个庞加莱回复定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定理就是呃 呃让呃f是m到m的一个可测变换 然后mu是一个有限的呃有限的呃有限的测度 并且在f下是不变的有限测度且不变的在f下 然后让e是m的任意一个可测集 并且他具有正测度就正测度也就没有一大于零了 然后然后我对呃没有几乎每一个点就是这个集合意理的每一个点 他都存在无穷多次的呃n的值的一个回归 就是fn他要回归到这个e这个集合理 呃然后这是他测度版本的一个回复定理 然后这个他这个地方他说存在无穷多次的那个无穷多次 呃无穷多无穷多的一个n的值的一个呃就是要使得这个迭代fn 这个迭代要回到e那下面这个证明的他就是通过一个类似于 嗯应该是反正法吧就应该类似于反正法可能就是反正法吧就呃一个反正法就是他不是说定理是说他存在无穷多次的回归吗 那他下面的定理就分了两步 嗯我看我就写这边的小子他第一步第一步就他让就是从来不回归的那些集合就第一个就是从来不呃就是从来不回归的那些集合 从来不回归的那些集合然后去证明他的测度为零从来不回归集合第二步就是去证明那个一他呃就有有限次回归的那些集合有限次回归 回归的那些集合去证明这两个集合都是零就是都是零呃测度都是零测度都是零就是他俩这两个集合的测度都是零都就零测也就是说这两个都是零测机那从来不回归的跟有限次回归的他们都是零测机 那么剩下的那不就是有无无从都是回归的吗那他肯定不是零了所以他就是一个这个证明就分了两步就类似于这种一个反正法的嗯呃这种这种方法就是分了两步好那我们就来就来看那个第一步第一步就是首先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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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刚刚说的就是我让一零是一个呃呃就是一中点的集合就是那些从来都不回回到回到一的就是 就是就是一零这个x他本身他要属于这个一但是他他就是不管迭代多少时候他都不会回到一这样的一个集合那我们的我们的目的就是去证这个呃这个集合muel一零他是他就零测度他是muel一零等于零他就零测度呃然后下面就是我们有一个断言claim就是呃有一个断言就是断言就是说断言就是说对n大于等一就是ff-n次迭代对这个一这个一零的f-n次 他是一个两两不相交的那个独立的两两不相交独立的呃呃这样一个断言然后然后我下面就是蓝色框框框起来的就是就是这个框起来的就是来证明这个断言的就是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断言就是他说呃就是fn大于等一的时候f-n一零它是两两不相交独立的 然后那我就假设存在两呃m跟n就是m大于n并且都大于1使得他就是ff-m次迭代对这个一零交上这个f-n次呃他不等于空级因为他说他是两两不相交独立的嘛如果他是两两不相交独立那他相交就一定是空级那我就假设存在一个mn使得他不是两两不相交也就是说他相继他俩交集他不是空级那他不是空级 他就一定会有元素在里面所以我就让x属于呃属于这他俩相交的这个集合然后x属于他俩相交的这个集合呢然后我令我令y等于fnx令y等于fnx就y等于x的n次迭代那么我们我就可以得到y它是属于10的因为因为因为就是fnx就是fnx它是属于他俩交嘛x属于他俩交那x作用 n次结代以后就fn它要回到10的那y等于fnx那y肯定是属于10的因为x作作用fn次以后他是要回到这个集合的就是就是要回到10的所以y就属于这个10那y属于10然后我在对y作用m-n次这边作用m-n次作用m-n次因为那个y它是fn嘛这后面这个n就消掉了所以这边就是fnfmx fnx那fmx它也是属于10的因为这边嘛因为如果你对x作用fm次结代以后以后它是会回到10了因为这边就是m次结代以后它会回到10所以呃这边它是回到10了那那也就是说yy它是要要回归到10了因为因为这是y嘛y作用m-n次以后他这边等于他他要回归到10也就是他要回归到10 那y就是要回归到1y回归到10那么因为10它是属于属于e的嘛10它是属于e的它是它的一个上面的定义就是要定义的嘛它是它里面的呃点的集合嘛10是属于e的所以这个y它就要回归回归到e了它回归到e至少一次嘛因为它已经回到e0了就是这边它已经回到e0了所以它回归到e至少一次它回归到e至少一次那它就与e0的定义矛盾了因为y是属于e0的嘛 然后e0的定义就是它从来都不回归所以这就得出来一个矛盾当然我这边蓝色写的其实都是为了解释的就不是证明力证文的那个就是为了来解释的就是蓝色的这个b写的然后这个呃这个断言就证完了就是它f-n次迭代e0这个集合它都是两脑独立的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拿掉这个蓝色框框其实就是其实就是呃其实也不影响就是这个这个定义的证明因为这个框框 就是来证明这个断言的然后下面的话就是由于这个mue它是不变的它是一个不变测度嘛在f下那我就可以得到mue10就等于它的一个f-n是10这是不变测度的性质就是那个对n大于等于e那我就可以得到同样的我根据这个我就可以得到就是mue然后f-n10n从1到无穷因为f-n10我上面的断言已经说了它是一个两两相交不两两两两就是不相交相交 独立的两两不相交相交那我就可以用测度的可列可加的性质然后对这个并级求求那个测度就相当于呃就是把那个拿进去把测度拿进去分别求测度然后再求和拿进去之后然后因为它每一个呃mue的f-n10都等于mue10所以后面就是mue10那么n从1它用从1一直一直加到那个无穷多个无穷多个mue10那又根据这个mue它是一个有限的吗 定理当中它是一个有限的有限的话那有限的话那我就可以得到它是等于0的如果它不等于0的话那它它一直加到无穷即使它一个很小的数它也会会会会加出来一个数的就就是那个所以它这个可能就会不是即使它这个很小的数也会加到无穷的因为就是那个所以我可以得到mue10等于0因为它是一个有限的也就是这边这边它是一个有限的小于无穷的一个有限数所以我这边就可以得到 mue10等于0那我就第一个第一个我就证完了就是就证明了mue10等于也就是说呃x1当中的那些从来从来没有回归到1的那些呃从来不回归到1的那些点的集合它的测度为0是一个0设计那第二步的话我就去证明呃他呃我让f它是一个他也是1中的一些点的集合那这些点它回归到1以一个有限次有限次回来就是说 它有限次就是一个确定的有限次回来就是上面的是从来不回来就一次都没有下面的就是这个f它是一个有限次回来有限次回来那我们的目的还是要证明这个muef等于也要证明它是一个零测击f是一个零测击然后呢我就对任意任意f里的一个一个元素x然后就一定会存在某个k使得就是呃它在dk次接待以后会回来一零因为我定义的时候就是定义它是一个 有限次吗有限次回归那它就一定会存在一个k使得它在这个有限数吗k是一个有限的呃它会在dk次接待以后会回到一零这个定义就是这样定义的吗就是这边然后然后fkx它是属于会回回到一零那么x的话我就可以得到它是属于这个fk10的fk10因为这个前面是任意一个x那任意一个x它都有一个fk10那么我把这个k 我把这个k从零跑到无穷的话这边就形成了一个f的一个覆盖就怎么样呃这边蓝色的我都是一样的蓝色的就是我为了解释那个什么呃就是从k跑到无穷的话它就会对f形成一个覆盖一个cover嘛就所以f它就还在这个覆盖里的所以就形成一个覆盖那下面的话就是根据那个mue10等0mue10就是前面的那个mue10就是它是一个零特辑然后并且mue是一个不变的 然后我就可以得到我根据这个这个这个集合的这个这个性质因为它是韩语嘛所以我就取特度以后它就是小一等于小一等于小一等于这边呃这边的话就是呃然后他又就是就是如果他如果他是那个就是那个可列就是如果他是两两相互独立的话那我就可以用可列特度可列可加的性质就是呃这边应该就是等于号这边它是小一等于 嘛因为上面的就是那个f-n哪里f-n这边它这个两两不相交我是证明了我是断言了它是n大于等1的那我n大于等1也就是说k从1开始它是两两独立的我可以用可列可加的性质那k等0的话那他就不一定了呃他也许独立也许不独立那这个时候就他要小一等于了那如果k等于他是独立的话那他就等于如果他不独立的话那就是那他就要小于所以就这边就是取了小于等于 k等于就就不知道所以就是小于等于k等于开始他是两两相互独立所以我用可列可加的性质那么当然了我们就一起用这个可列可加的性质所以这边就取了那个小于等所以这个小于等于这边然后这边因为呃这个muf-k10因为根据那个不变那个muf-k10因为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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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muf-k10不变测度的话在f-k10那他就是muf-k10那这边呃就k从就这么多无又是无穷多个muf-k10无穷多个muf-k10 他还是零啊因为他他是零所以他还是零所以我就证明了这个就证明了这个f他是一个零测机那在这个定理就证完了就用了一个反正法就是他定理说是他有存在无穷多个这种n的值会回回到这个几何以那我就证明我就从两方面来反正就是第一个就是呃就是从来不回归的是一个零测机从来不回归的是个零测机第二个就是说有限测的也是一个零测机 从来不回归的从来呃从来不不回从来不回归的是一个零测机有限有限是回归的也是一个零测机也是一个零测机那剩下的就是无穷多数回归了因为没没因为他就分为分为这些吗从来不回归有限次剩下的就是无限次所以这个定理就呃就是就是反正法就证证完了这个庞加莱恢复定理呃测度的在测度空间里的那个庞加莱恢复定理就证完了 呃呃然后下面的话就是证完了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哦我问一下就是那个第二部分为什么它是有限次回归的时候存在一个k呃可以做到这些事情它跟无穷次有什么差别呢我看不出来是有限次因为你无穷次存在一个k让fk是属于10那这个无有限次是用在哪里呢 因为他这个集合f嘛f他定义的时候是一个有有限次回归的集合嘛就是这个f然后我对这个集合里的任意一个元素那那他肯定也是有限次回归的有限次所以他就会存在一个有限的k嘛 对那那如果我这个集合是一个无穷次回归不是也会存在一个k使得让他有这件事情啊那不就后面的证法都可以做到 我是看不出来这个差别在哪里吧啊等一下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就是对无穷都是不过以后对也是存在k的话对 有限我想想哈佛老师就是哦我想以为他是这样的他应该是那个吧他应该是你有限k就是因为你有限k所以你可以 他只存在一个吧应该他只存在一个就不存在比如说就就不会在在在那个10里面对对对对就不会再再回来 哦应该是这样对OKOK那没问题就是说他他他只存在一个k后面就不会再回来了 所以他是有限就是呃就存在作为一个那个k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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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ok他只有到后面再不回来好那没问题你继续好好好好好 好然后下面的话就是要讲那个那个卡斯定理就那个kac定理 呃然后先要看一些那个一些定义了就首先就是让f他还是一个可测变换 然后mu是一个有限的测度并且他是一个不变的在f下 然后让e是m的一个任意一个可测集然后他就呃正测度mu1大于0 然后我要考虑那个第一回归时间函数就是那个这个 第一回归时间函数这个肉肉1第一回归时间函数肉1肉1这个函数 他就是定义在集合1到n然后并上这个无穷无穷大这个这样的一个一个区域 然后下面就是他的定义是就是这个肉1x就是呃x里的集合 然后fn回回归到这个集合1他的最小的那个n 就去那个最小吗最小的那个n最小那个n也就是说第一次回归吗 第一次回归就是最小那个n他回归到e的第一次最小那个n 所以就是第一回归函数这个肉1 那呃就是如果他是那个他他是一个这边是个非空级的话 他是这样定义那如果呃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就是这个x1x就是在意中他没有迭代 那他就是无穷了就是这个肉1x他就是无穷了没有迭代就意味着他有没有迭代就意味着他不回来嘛 所以他就这边就是无穷了就是无穷这边然后我根据前面的那个旁加兰就是那个回复定理1.2 呃等一下是1.2对对对呃那个1.2.1根据那个回复定理就是就是第二种情况发生啊他只当就是在一个零测机上就在一个集合 他就零测度就是零测机上呃才会发生也也就是那个mu10 因为mu10这个集合就是那个x他从来都不回来的从来不回来就是说呃这个他的这个肉1就是mu10里的集合的元素 他的肉115等于无穷了因为他从来都不回来也就是这边就跟这个在一个集合就零测度的集合上呃对应起来 呃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我要定义这个10这个这个集合1010这个集合就是前面说到的那个就跟前面那个影就是他从来不回来就是他本身是属于这个集合E的 X是属于E的但是他从来不会回来呃对N大于E他从来不会回来本身是属于X是这个这个集合E但是他从来不会回来 然后1010这个集合就是就是他他包括他自己都不会回来就是他不仅不会回来他自己本身也不是也不是属于这个集合E的 然后就是就是mm是全空间吗就是m中的那些点然后从来不会进入到从来都不会进入到E那也这个时候也就包括他自己吗就是他不仅不会回来 迭代以后不会回来他自己也不也不在这个E里就是就是这样一个区别就是10跟10是大 然后下面就是这个啊卡斯定理就是kc这个定理呃1.2.2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呃看一下这个定理呃我让f是一个m到m的一个可测变换 然后mu是一个呃有限的不变测度跟前面的定义类似了然后E是他的一个呃就正测度的集合就mu1大于0吗这边就是 然后他说这个这个函数这是第一回归实验函数这个肉E他是可积的并且他的这个积分形式就等于呃mm解去mu104大呃104大上面已经定义了就是从来不会有从来不会回到E包括他自己 呃然后下面的话我们就来呃证明一下这个kc定理卡斯定理 然后开始我们还是要定义一个类似于上面这种E0跟E04大的这样的集合只不过这边我们变成EN跟EN4大了然后那第一步就是我对每一个N大于等1我定义下面两个集合那这个EN呢EN就是他他他DN就是说他在第一次回归是在DN4他第一在DN4是第一次回来就是他前面的都不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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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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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他本身X他也不在不在E里 然后他前面的E到N-E次也不回来 也是在DN次才回来 然后下面呢就是这个蓝色的就是他的一个那种叙述吧 就是EN的就是那些呃E中的点的集合 然后回归到E 然后第一次是在NN这个位置是第一次回来 然后EN star呢他就是那是 就是那个呃就是那个 不是E中的底盒这边写了那个X不属E 不是不是E中的集合那些点 他呃进来就是回回到E 第一次也是在N就是 然后这边就是我用了这个图来就是 用了这个图来来就是来说一下就是 这边就是那个呃这边这个这个地方就是 他是那个EN这个这个绿色的这个EN那个集合 然后EN本身他是属于在E里的吗 在E里的 然后他是他经过FN以后他又回到E了 然后这是EN 然后EN star呢就是他本身他不在E里 他在外面 然后呃他经过FN次以后呢他也回来了 其他的都回不来 而不是其他的后面回来我不知道 小UN的时候他是回不来 就FN的时候是第一次回来 这边也是FN是第一次回来 后面当然也许会很多次了 前面的反正就N之前的是不会回来 然后这是EN跟EN star就是这样的这样两个集合就 然后我定义了这样这样的两个集合就是EN跟EN star 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个EN这个集合就是重新写一下 重新表述一下就是呃就是他的元素是E里的 本身就是在E里的 然后他的肉EX就是N 因为肉EX是第一回归时间函数吗 就是他第一次回归是在DN次吗 那也就刚好跟这个就是以也是一种另一种那个表述方式吗 就是肉EX等元也就是说第一次回来是在DN次 也可以这样写 然后就可以也另外就是这个EN跟EN star 它是一个可测的都是 然后我就可以得到这个肉肉E它也是一个可测函数吗 就这边 然后我得到它是一个可测函数 那下面的话我就呃后面肯定要用到就是它是一个可测函数了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呃就是应该就是说乘乘乘书一个类似于一个那种 一个那种显然的那种就是那种断言吧 这种就是EN跟EN十二就是他刚好就把呃就把这个全空间全空间给画就做了一个po分 就是就是刚好就是说呃把对那个全空间M做了一个po分就EN跟E star 并且他们的他们他们是两两就是相互独立不相交的就是说EN跟EN star他们是两两 呃独立就是不相交的当然他跟他前面的也是独立比如说EN跟EN加E跟EN-E也是独立的 那他们跟EN跟EN star任意的也是也是两两相交不呃就是相互独立的 然后他们的bing呢刚好就是全空间全空间这个M 然后因为仔细想想呃就是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EN它是把E里的所有的 从E可以从N呃可以从N从应该是从0呃 还哦对应该是可以从哦对这边是从E了这边这边是N大于等E的就是N从E一直跑到无穷 就是都会回到E的就是刚好把这个空间M多了一个这种划分就是这种Po分 然后因为他对这个EN跟EN star他对这个呃空间M他多了一个Po分嘛 然后那我这个全空全空间M的他的一个测度MuM那他就等于这个呃当然他0其实也要属于的哈 因为因为这边虽然定义了N大等E但是前面的这个N等0他也是要属于的他也是他也是要在这个划分里的 因为他如果他如果少了这两个集合那肯定也是扣掉两个洞本别在这边扣掉两个洞而已 就是这边是N从0跑到无穷的所以就是呃呃就等于Mu当然这边也用了他那个因为他是两两那个两两相呃两两两就是那个不相交相互独立的嘛就是那个这边 所以他就是用了那个测度的可列可加的性质 因为他上面是病嘛病所以就可列可加的性质就等于Mu 呃Mu1n加上一个Mu1nstar这边然后我就把那个呃N等0的那一项单都拿出来 后面就是把N等0那一项单都拿出来然后把N等E的E跑到无穷的然后又又放到后面 又放到后面把0的呃N等0的一项拿出来因为这个Mu10Mu10是等0的就是前面已经求过了Mu10是等0的所以这边就只剩下Mu10star这边 然后我把这个式的计为1是后面还要用到这边就是只剩下这一项了然后加这一项这一项是等0了Mu10 然后下面的话又有一个断言就是claim就是又一个断言断言说我对这个1N1star我就是复一次迭代以后他就等于 的呃等于这个1N加1star并上这个1N加1然后都每一个N 然后然后蓝色框框框起来的也是我来证明这个这个断言那就是claim然后这个框框就来证明这个断言好 然后证明然后我们就看这个这个断言是如何证的就是我让FY就是他属于他属于这个1Nstar FY属于1Nstar那我就可以推出来FY他是属于M的因为M是全空间啊他他他属于这个几个肯定也属于全空间啊这个是可以得到的 可以得到他属于M那我对这个FY我作用N次以后我在FN次迭代以后我可以得到他是FN加EY 因为这边FN这边有一个F所以就FN加EYFN加EYFN加EY呃FN加EY那他应该是是呃等下啊FN加EY他应该是回是回到E的等下我看一下 哦对 啊对 FN加EYFN加EY是对嗯 这边属于 呃 这边应该是1n吧,我看一下 这边应该是1 这应该是1吧 哦,对对对,应该是1 对对对,我突然 对对对 对对 对我踏一下 刚刚点,对对 那他是Fn加1 Y他是 他是回到1的,那他 回到1以后我就 对,他是在1里的,因为他是在1里的 对,对 然后他是他回到1以后,然后我就 可以推出Y他 他要么是属于,要么是属于 这个1nstar的,就是1n加1star的 要么他就是属于1n的,因为 这个1n加1star跟1n加1 他都是在n加1是回来的 他都是在前面的定义 就是这样,就是他的 这边是n嘛,如果他都是n n加1的话,那他都是在n 加1是都是可以回来的,就是他 他属于哪个我并不确定,就是他 要么是属于这个1nstar,要么是属于 这个1n,就是这样 然后呢,因为这个我前面 写的是Fy属于这个1nstar 然后这边的话 我多用一个FF的例 然后这边就是Y属于这个F的例 1nstar,然后Y这边 它是属于他,然后这边Y他又属于 这两个,这两个其中的一个 那就可以得到 他就可以证明了,就可以证明就是 这个集合他就等于他俩的病 就是因为这个 Y属于这个集合就等于 就等价于Y属于这两个其中的一个 所以这个就证明了 就是F的-1n star 他就等于 这个1n加1star,并上这个1n加1 然后这个断言就证明完了 然后,然后下面的话就是 呃,由于这个mu它是一个不变测度 不变测度的话,那我就 呃,可以得到就是 mu这个1nstar 他就等于这个 复方向迭代一次嘛,F-1 这个是不变测度的性质 就可以得到他,他的话 那我就又可以得到 他俩了,因为我上面这个断言 我就是这么证明的嘛 就是F-1的那个 这个1nstar,他就等于他俩的病 而他俩又是那种两两独立不相交的嘛 所以就可以用那个测度的可列可加性质 就是他俩的病 就可以等于直接他俩测度相加 可列可加的性质 然后得到这个20 然后我多次应用这个20 就可以得到mu1n 的就是 呃,当然了,这边是m大于n 就是大一个大于n的一个数 m就可以得到这个m 1m,然后等于这个 i从n加1加到m 就,就比如说这个 mu1n加1,我再运用一次这个式子 那这个 他这个这边他就会又等于这个 呃,就是 1n1n加1 star嘛 那他就又会等于mu 1n加2 star 然后,然后再 呃,再加上那个mu 1n加2 然后,这边有一个mu n加2,后面还得再加上那个 因为这个我再拿下来嘛 所以就是那个mun加1 那就是说我又 我这是当m等于2的时候 呃,m等于2的时候 然后我又作用了一次,然后这边就 出现两项,这边是 呃,n加2 star 就是那个m等于2的时候嘛 这边,然后就是我用很多次 以后就是他就会 这边就是可以写成一个求和的形式 就是那个,从n加1一直加到m 就这边 这边我就 先擦掉 所以就用很多次把这个 把这个20 用很多次以后就可以得到下面这个式子 这个34 那么得到34以后他又说 就是14就意味着这个 mu 呃,em star就是 他是,呃就是 趋于10的 就是当m趋于无穷的时候 14就是这个式子嘛 然后他这里其实是 把2带进去了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就是呃,这边蓝色的框框 也是我用来解释的 这边 就是我根据这个24 24他不是 呃,mu1n star 等于这个mu1n加1 star 加上那个,呃,mu1n加1嘛 那我就移一下向 一下向 就我一我把这个star都移到这边 那这边的话就变成一个 呃,mu1n mu1n star减去一个mu 1n加1star 等于这个mu1n加1 我把这个一下向 然后可以得到这个 然后呢我再取小一下 就往下取一下 这边取那个n-1 取n-1这边就是n 这边就是 呃,n了 然后就是这个式 就是我我取取小一下 就是 就是那个n-1 这边就是n 这边就是也是n了 然后我把这个式子 我带进这个1式 带进这个1式 因为 因为这边他有个 呃,mu1n嘛 这边右边是mu1n mu1n就等于这两项 小减嘛 所以我带你去 带你去之后 因为这边有个mu1n star 这边有一个-mu1n star 所以啊 就只剩这一项了 他就只剩这一项了 所以这边 这个1式 这个1式 mu1m 他就等于mu1n star 加上这个,这个极数 极数 因为这一项我消掉了 呃,不是 我消掉了就是那个 嗯,消掉了 因为这一项 这边有个-吗 就消掉了 就只剩下一个mu1n-1 star 这边就只剩下这一项 mu1n-1 star 然后因为它是一个有限特度 mu1m 小于无穷的 小于无穷的 那我就可以得到 这个mu1n-1这个star 这一项 它是要区积于0的 因为它如果不是区积于0 那么它就可能会跑到无穷 所以我可以得到这个mu1-1 star 是区积于0的 所以N区积于无穷的话 那这个区积于0 那么也就是mu1-0 这个其实是没区别的 就是它是n-1 它是m 都是区积于无穷 呃 所以就可以得到 这个就是mu1 star 区积于0的 所以m跑到无穷 好 那这里就是说完之后 就下面就是 我在这个三这个式子当中 然后我让m区积于无穷 让m区积于无穷的话 那因为我上面证明了这个m m star 就是m区积于无穷的话 它是区积于0的 所以这个 在这个式子当中m区积于无穷的话 那这边就是区积于0了 区积于0 那mu1n star 就等于后面这个极数了 因为这项区积于0了 就等于后面这个极数 也就是这这面 就等于这个 呃后面这个极数 i从n加1跑到无穷 mu1i 然后这个极数 然后我再根据e4 e4在这儿 还是这个e4 然后我就这边就是一下向了 就是这边它不是有个mum 那么等于这个mu10 star 吗 加上后面这个极数 我把这个mu10 star 我移到左边 移到左边 移到左边以后就变成 mum减去mu10 star 这是左边 然后就等于右边 右边就是那个极数吗 就是那个极数 然后这个 然后我在 然后再接着往下 就是我把这一项mu1n star 然后我替换成这边这个极数 这边我是得到了mu1n star 然后我替换一下 替换一下 就替换就是把它写到这替换 然后这边是mu1i i是从n加1跑到无穷了 那这边它又它又给了一个n1n 那这边的话我就就直接写成这个极数 从n了 从n开始跑了 本来它n加1 这边又给了一个n 那我就这边就直接从n开始跑 同样开始跑 然后 然后我再把这边这个极数 这当然这是一个这种 这就是这个这个极数 就是都都展开就是 就是我取 我取n等1的时候 n等1这边i就是从1开始跑 i从1开始跑 那就是mu 蓝色的就是 还是我用来解释来说明的就是 它不是这么理内的就是蓝色 我取n等1的话 那么它就是i从1开始跑 那就它就是mu mu1加上mu1,2 mu1,3这样一直跑跑跑 然后我取n等2的时候 那 i就是从2开始跑 那就是mu1,2加mu1,3加mu1,4 那同样的我取n等3的时候 但它就从3开始跑 那就会发现 它刚好就有一个 就有一项mu1,mu1,mu1,1 然后就有两项mu1,2 3项mu1,3 所以就是说 这个下标它是 它是几 它就会有几项 就是可以看到 这个就有一项 这个就有两项 这个就有三项 那4的话就会有4项 所以就这样 所以这边我就写成 里面的这个数就写 就这样写了 就就写成n 因为这个下标是几 它就会有几项 就所以这个就画成这个 画成这个的话 那它就刚好就是那个 这个第一回归时间函数 就是它在意义上的一个呃 一个测度的一个积分 那这个 然后这个定理就就正完了 对 刚好就是因为左边就是mu1解决 mu1,0 star 然后右边的话就是它的积分 这边 这个就正完了 嗯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就是那种类似于那种推论吧 就是那个 然后第一个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有一个注意就是那个就是说 他如果就是这个系统 它是一个便利的便利的系统 那么就是 我们就会有这个mu1,0 star 就是这一项它是等0的 那上面这个定理就是 嗯 等一下 就是这个定 也就是说这一项等于0 那这一项等于也就是说 它的一个第一回归时间函数的积分 就等于这个mum了 嗯对就这里就是这个mu1,0 star 那我就是这个kac定理 卡斯定理 它就意味着就是 当然它就是那个 它没有它没有再写一步啊 就直接得了 那也这边它就意味着那个 就上面就是说的那个mu 这个它的一个积分就等于m 没有m了 没有m那等于这个 因为这项等0了吗 等于它 然后我在两边同时比上一个mu1 当然这个等式也是成立的 mu1因为mu1 这个e这个它是具有政策度的 当然是成立的 就两边同时比上 它是具有政策度的 然后左边的话就是那个 就是e的一个那个平均回归时间 就是回归时间的一个均值 就是如果它是便利系统的话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就是这个remark1.2.3 就是这个1.2.3后面我们再就是第三次讲 就是那个1.4节的时候 还会用到这个 还会用到呃1.5还是颜色 我忘记了就是还会用到这个remark1 就是就是根据定义就是说 这个1n star就是这个集合 它就等于呃就是这个e的那个f-n 是迭代 然后拿掉这个从0到n-e的一个一个一个迭代 就是这个呃这个的话 它说根据定义根据定义的话 其实也是这样就是如果 1n1n star大家看一下它定义就是这个 等一下1n star就是那个就是那个 它本身它不在e里 但是它fn是第一次回来的 第一次回到e里的 看这个图就可以 它本身不在呃不在e这个集合力 它是但是它fn是以后回到e fn是它第一次吗 那带回来看这个 我 啊然后那他 然后这个的话我作用n次以后 n次以后就是说 它要回到e然后拿掉前面那些 就是就是拿掉就是从呃就是从0跑到n-1的 就是就是从0跑到n-1 我不管它回没回我都拿掉 那剩下的就是这个1n star了 然后这个就可以形成这种形式 然后他说由于那个e4 e4它是一个有限的吗 因为e4就是mmmmmm是有限的 mmm有限的 我可以得到这个mm1m4大 区域于0 就是当n跑到无穷 这个其实我上面就已经提到过了 就是这边就是这个 就是当这个m跑到无穷的时候 它这个也是缩练到缩练到0 然后这个这个呃对这个1.2.3 后面我们证明还会用到还会再回来找的就是 然后就是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看那个庞加拉恢复定理 它的一个拓扑的拓扑的拓扑空间里的一个版本 然后呃 那我休息一下 好好好 休息10分钟吗还是 休息10分钟 好好好 好好好 你休息一下 好谢谢 好没什么 好 咱们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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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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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 感谢观看 这个 最大的那个 就是最大的那个零测极 就零测极核 因为它把所有的UKE弯都并起来了 所以这个U1 这个U1这个极核 就是它最大的那个零测极 就测度的那个零测极 就是最大的那个零测极 那我除气这个 只要这个元素 它不属于这个零测极 当然因为它是最大的零测极 那它就是回归的 所以就是这个定理 就等价于去证明这件事 就是每一个不属于这个零测极核的极核 它都是回归的 然后下面我们就来证明这件事 就是每一个不是这个零测极核的极核 它都是回归的 然后我就考虑这个元素 它不属于这个零测极 就是M这个全空间 拿掉这个零测极 就是U1 它不属于这个零测极 就是这个零 然后然后我让U呢 是它的一个领域 就是任意的一个领域 是X的这个 它的一个领域 然后根据定义呢 它就要存在这样一个UK UK是开极了 就是UK 以使得X它是属于这个UK开极的 并且这个UK 这个开极它要含于它这个领域 任意的这个领域U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这个UK是那个开极核 就是开极的那个基 就是科数基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就是它会存在这样一个UK 使得这个元素 使得这个X在这个UK里 并且这个UK还要属于它这个领域U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然后因为这个X 它不属于这个 不属于这个就是零测极 这个U大U大U一弯 因为这前面的开始 我们就这样设定的 就是考虑它不属于这个U一弯 它不属于它 那我们就可以推出X 它不属于UK一弯 就是它不属于这个最大的零测极 它肯定不属于每一个这个UK 不知道我取多少 肯定不属于每一个 因为它是等于它的病 肯定不属于它每一个这种UK一弯 那这句话我又可以得到 那X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不回归的G 那UK因为它从一 从一一直跑到 跑到一直跑跑跑 一个这种数一直跑下去 它不属于任意一个不回归的G 那么就可以推出它一定回归 它的言万之意就是X一定会回归 就是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不回归的G 因为UK一弯它是不回归的G 这边UK一弯从来不会回来 那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从来不回归的G 那言万之意就是它还一定会回来 就这边这边蓝色的我还是用来就是解释 就是它一定会回归 那也就是说 当然这边就换句话说 就会存在一个N 使得它会回来 也就是说它一定会回来 就会存在一个N回到这个UK 那它回到UK那它也就会回到U了 因为因为也就会回到U了 因为UK是它的自己 这边存在这个UK属于U 你也就会回到U了 然后由于这个U是任意的 任意的 然后就证明了这个X它也是一个回归点 然后这就证明了 就这边对 就这边它有一点那个什么 就它不属于任意一个不回归的G 那言万之意就是说它一定会回归了 因为所有的不回归G 它都不在里面 那它言万之意这边就是它一定会回归 回归的话 由于U的任意性 所以这就证明了 证明了X它是一个回归的点 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这边 就是有一个这种说明 就是那就是说一般情况下 就是前面的那个庞价来恢复定理 1.2.1跟1.2.4 就是它的特度版本跟特幅版本 它是错的 就是一般情况下 就是如果它这个特度MU 它不是有限的话 它这个定理是错的 就是它就会不成立 就是说如果MU不是一个有限特度的话 这边 然后下面就通过一个例子来说 就是说为什么它 它不是有限 就是说它是无限特度的话 那它就会是个错的 就是这个两个定理 然后下面就一个例子 就是说F是R上实数上的一个 实数自身上的一个 一个变化 一个变化 或者说映射 然后我定义 这个FX就等于X加1 X属于R实数 然后因为它是在实数上定义的 所以这个F它要保持 那个勒贝格测度在R上 然后这个勒贝格测度 它并且是无限的 并且它没有点 没有点会回归 对对这个函数 因为它没有点 不管它迭来多少次 它都不会回来 因为它会一直 一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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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加下去 所以就是 它都不会回来这边 它没有回归点 并且根据那个前面的回归定理 就是说它也没有任何的这种有限测度 所以就这个例子就说明 就是它如果是个 就是说 如果它不是有限 就是说它是无限的测度 那这个 它就就回归就不成立 就不能回归 如果它是无限测度 就这个例子就这样 就说明这么一件事 必须它得是有限 它才能回归 无限测度的话就回不来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 下面就是那个 包括霍夫的那个回归定理 它的这个的话 就是一个纯透波的版本 然后 如果 就是如果F还是 这边它就是 因为在纯透波 它就是一个连续的 连续的一个变换 在一个紧致度量空间 M上 这边M就变成一个紧致度量空间了 就是这个 然后说它会传在某个点 是回归的 就是会传在某个 某个这边就就要求就 要第一一下 就是会传在某个会回归的 然后下面我们就证明 这个包括霍夫的这个回归定理 就是 这边的话就是我考虑 就是说由这个 所有的非空B级X 构成了一个一个组 这边这个花体的I 花体的I 就是那个 我这边就不好写 就这样写 花体的I 就能区分它就可以 构成就是非空B级 M里的非空B级X 它所构成的一个组 就是这个非空B级的一个组 I 然后并且这些 这些非空B级 它都是不变的 就是在F下 不变的 也就是说 FX它又要含于X 那由于非空B级 所有的非空B级 那么M它也是一个非空B级 所以这个 它本身也是要含于这个组的 就是这个非空B级组的 那它所以我就可以知道它是一个非空的 就这个组它是一个非空的 然后下面就是有一个断言 就是 就是说X如果它是 X是这个组里的一个元素了 就是一个集合 如果说它是一个极小的 那么当切紧当就是说 对这个X里的任意一个X 它的轨道都是稠密的 在X里的 就是它是当切紧当这边 然后下面的这个蓝色框框里的就是我们来证明这个 这个断言就是claim这个 就是当X是一个极小的当切紧当 它的轨道 在X是稠密的 就是那个对任意的一个X 它的轨道都是稠密的 那么这边就是说 如果X它是一个B不变子极 这边是B不变子极 那我就可以得到 它要 就是X它要包含住它的轨道 因为它是B不变的 它的轨道 就是说 它的轨道肯定也没跑出它 所以它肯定要比它这个轨道要大的 当然这边是取得它B包 这个一行 因为它是B不变子极 所以它的轨道肯定跑不出它 所以X要包住它的这个轨道的一个B包 然后又由于X是极小的 X极小的 这边我是从左边先往右推的 就是从极小去印象这边稠密的 由于X是极小的 那我就可以得出这个X 它就等于这个 这个轨道的这个B包 因为它是极小的 所以它就不能不能有比X更小的那个不变极了 X它已经是一个极小极了 极小极是一个不变极 就是极小的不变极 就是它不能有比它更小的不变极了 那如果它也就是说 因为它这个轨道 轨道也是个不变极 那所以它俩就相等了 因为X不存极小本身就不能够 它里面就不能够有比它更小的了 这边是证明它就是它要包住它 然后这边因为极小 就是它不能比它更小了 就是这个轨道 轨道也是不变极 所以就它就等于它 它就等于它 那它就是稠密的了 这就证明了稠密 然后相反的话 就是如果X它是稠密的 这X等于这个轨道的这个B包 这就是稠密 如果它是稠密的 那么它就没有一个合适的这种 B不变的一个子极 没有这种一个合适B不论的 我就可以推出它是极小 就是这个 这就是反推 就是这样反推 然后就证明了这个断言 就是它是极小 当时仅当它的 这个集合里的任一个元素的轨道 它都是在里面是稠密的 然后就是极小极的每个元素 它都是回归的 因为极小极它是一个不变极 就是那个 它的每个元素都是回归的 然后这个定理的证明 就是等价于 就会存在某一个极小极就可以了 因为它这个要求就相对低一些 它上面 就是说它的要求是存在某一个点 就是存在某一个点 某一个某个不是 某个点就是回归的就可以 那存在某一个 那我去证明它存在某个极小极 极小极的点都是回归的 我去证明它存在某个极小极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就就去证明它存在这个极小极 然后下面还是要有一个断言 就是claim这边 就是说它说每一个全序极就是 全序极就是这个xrf rf就是它的一个下指标了 xrf这个它是这个这个组里的 就是i这个这个非空b极组里的一个一个子极 然后它有下界就是我断言每一个全序极都有一个下界 然后这个蓝色框框里也是证明就是证明这个断言的就是这个 每一个每一个呃全序极它都有一个下界 然后我就考虑这个x等于这个全序极里的所有的这个一个呃一个胶 考虑这个x它的一个胶 然后由于这个xrf就是xrf它是就是每一个嘛它里面每一个它都是紧致的 因为这个空间它就是在紧致那个度量空间上 所以它每一个肯定是紧致的 是紧致的 然后它是每一个都是紧致的 并且它们形成了一个全序极 所以我就可以得出它是一个非空的了 因为它每一个都是紧致的呃 它形成全序极肯定它们的胶得出来它是非空的 然后下面就是说由于呃 就是说这应该是一个就是显然的一件事 这是个clear的就是变就是x它是一个就是它的胶嘛 x是等于它的这个有全序极的一个胶 它是一个b的并且不变的 那这个的b不变是因为我们定义的这个 我们定义这个i这个花体的i 它开始我们定义就定义的 它它是一个非空非空bb级 并且是不变的 它是由非空b级这种x 并且x它在f下数不变的 那它的胶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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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里面的集合的胶也是一个b的不变的 这种非空的当然也是 所以这个所以这个就它说的是就显然了 就然后我就可以推出x它有一个呃 有一个下界 因为它这个是取了他们的所有的那个胶 所以我就可以得出这个f它就是这个全序极的一个下界 那我就蓝色证明我就证明完了就是 呃就是说全序每一个全序极它都会有一个下界 然后我就根据这个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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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怎么说 这个引力就是到引力就是这个 就是到引力就是说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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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空b级的这个族 它它的确它会有一个极小元 因为这个呃托尔引力它就是这样呃叙述的 就是说在一个飞空这边就是说这是那个托尔引力 就是这下面的在一个飞空的全序极中 如果其中的任意如果其中任意全序的子极它有上界 那它就会有极大元 如果它有下界的话那它就会有极小元 然后这边我们是断言它是有下界 它有下界那根据这个照尔引力它就会有一个极小元 极小元素呢它就是一个极小极了 因为它是一个开那个飞空b级那个一个族吗 极小元就有会有一个极小极 所以这个定理就这边就就证明完了 呃呃然后就 就今天晚上呢我大概就讲完了就那个 然后我生气就流到吓死了就 嗯嗯嗯嗯嗯嗯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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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就三次就每次就讲一点 就如果两次的话可能会讲不完 所以我就就不会如果把它应急到两次就会讲不完 就所以就每次就少讲一点就可能可能讲不掉了 哦可以 而且就是速度应该差不多 就说大家如果看这个在讲的时候 如果这有问题我觉得这应该都是可以提问的 因为哦对对对 会吧就是你讲的时候或者你对这个证明有其他 的想法或者什么的 大家可以提出来讨论看看 对啊这是一个好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地方 对嗯 嗯嗯嗯嗯 这个速度应该是差不多的,对,因为这边的精神讲了,然后一些太细的细节也没有讲得太,不用讲太多,我觉得这样的速度应该是差不多,对,应该是差不多,对,大概两到三周可以讲完一个章节,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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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章节可能就真的需要满满三周可能才讲完,后面的话可能就更,更难一些,对,对,对,第一章,对,第一章可能要简单,就写书的时候, 我第一章都会简单的写,对,而且第一章那种我一般都是比较常听到的,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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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常见的一些,地理都是在前几张比较常看到,对,对,对,那我觉得这可以,这进行的还不错,对,看其他还有没有有什么意见,还是什么的, 诶,这个笔记你可以到时候也一并传,看要放在哪个地方,可以让这个,这个档案也可以让,除了影片会录之外,放到,放到那个吧,放到微信上面吧,好,应该可以汇出PDF档吗,可以,可以,就,我就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讲完三次,一起放呢,还是就是,就是, 嗯,都可以先放,可以先放,可以先放,嗯,然后,然后最后可能再放一个整合的一个版本,然后大家就可以留着,对啊,好好好,明白明白,好,对,好。 可我去请有个麻烦是,打开放里面太久就开不了,对不对,嗯,对,对,因为微信就不如QQQQQ就可以,好像一直有,微信就,我如果先查就没有,对,但是,诶,后面我们会把这个录影的这个,是放在哪里呢,就是大家全部讲述的这些影片,是放在哪里,应该是放YouTube,哦,YouTube, 那他应该没办法放这种笔记的这种档案,对不对,因为他就是只有影片,对,因为他只能放影片,哦,那应该没有关系,因为之后的话,其实这个笔记我们可以留着,因为以后如果还有更后面的学生进来,嗯,他们就可以直接看这个视频,然后,对,看这个就可以, 其实看一下,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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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不然今天就这样 好,那我们现在到这边结束 好,谢谢 拜拜 再见